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它是不知不觉中的 没有任何感觉的话 它的头皮上有一块头发就没有了 那么这个头发往往是一块或者是多块的 圆形或类圆形的这样一个突发斑 皮肤上面的话就是非常的干净 不会发红 也不会起一些皮疹 也不会有一些萎缩等等 就是单纯没有毛发 那么斑突来说的话 它的发病的病因比较复杂 那么目前认为呢 它的发病和这个自身免疫和遗传因素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内分泌因素也可能有关 比如说斑突的患者 有的会合并有这个甲状腺的疾病 像甲抗 甲减 还有白颠峰等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存在 另外还有很多患者呢 就是有这种应激的这个情况 情绪应激 最近有的时候精神上的打击这种情况 也是它常见的一些诱发因素